这次视频我们为移动应用开发了用户登录和注册的JSON API 就是通过那个是通过LavaRaw框架完成的 今天我打算开发一个最基本的React Native应用 来使用这两个API 尝试为移动应用加入这个用户注册和登录的功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上一期视频里我们已经创建好的LavaRaw应用 在这里呢我已经把这个应用跑起来 在本地环境我们测试一下上一次分配的Access Token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Token目前还是有效的 所以它具有一定的生命周期 那么在移动应用中当用户完成登录 服务器返回一个Access Token 那移动应用可以将其存储在 本地 存储在本地 以一共后续的一些API调用来使用 那今天我们现在就开始创建一个 React Native应用 我们使用Expo这个开源工具来做React Native的项目创建和管理 按照我们的文档来先安装一个Expo的命令行工具 那我们这一步我已经做好了 那我现在就来创建一个项目 那我就给这个项目起名 叫CheckIn 我们创建一个空的项目 我们使用TypeScript和它的配置 它就会进行一系列的安装 在这个应用里面 我们期望的就是用户能够注册完成登录 同时登录用户能够看到一个首页 至少能够看到当前登录用户的用户名 好了 项目已经创建好 那我们进到这个项目目录 就要CheckIn 根据文档你可以看到 在创建完一个项目以后进入目录 我们可以通过ExpoStart命令 来启动这个开发服务器 它启动了 那我们就在我们使用IOS IOS的模拟器 这可能会稍稍的要等一下 等在过程中我们就来做一些工作 我们在这个CheckIn这个项目里新建一个文件夹叫component 我们在这个CheckIn这个项目里新建一个文件夹叫component 我们做一些简单的复制粘贴 首先我们希望有一个登录的屏幕 我们叫login screen 我们还希望有一个注册的屏幕 最后我们还希望为登录用户提供一个homescreen 对应的我们就要做一些修改 homescreen 这我们就要做一个homescreen 我们把这个类名改一下 当然这我们就给大家一个welcome 把这个状态栏去掉吧 我们一切传简 就希望能够实现最基本的功能 这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 按登录 我们就要把改它login screen 这就是登录必要的 我们还需要加入 然后我们可以来搜一下文档 输入框 那输入框呢 我们就添加两个 一个是 分别在 在 在这个组件里面 添加两个状态变量 一个是 用户名 一个是密码 出使制度设计 空 这就是 这个是修改的用户名 这是修改的密码 我们这儿密码就先用名文 简单直观的能看到 最后我们需要加一个 按钮 我们取一个例子 这就是我们最简单的一个实现 没有什么太多的样式和设计 登录 当然这儿我们需要定义一个登录的回调函数 这儿呢很有可能会是一个异步的 因为这儿需要做这个API调用 完成登录 好了 标题登录 颜色 这些我们都暂时去掉吧 或者我们加上一个 标签 用户登录 按钮 好 这就是我们的登录屏 然后注册 注册是会用到 几乎同样的信息 我们可以简单的 拷贝沾贴 而且这边应该叫 register screen 这儿应该要取一个更有意义的 register 注册 哦 注册按钮 然后这儿要加上 gbottom 好 我们这就 不需要用户 再输一次 密码来 确认用户输入的正确密码 我们简单的就输一次 然后这个homescreen 就叫 homescreen 欢迎 然后登录 注册 好了 包括输入框 文字输入框 这些都还没有设置宽度 我们可以先固定一个宽度吧 300 登录 这也给它设置一个300 现在我们这个应用不会有任何的变化 还是这样 因为 我们的登录 和注册这些屏 这些类 这些组件都没有集成到这个应用里 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导航栏 我们可以使用 navigation 看他这也有 在expo文章里面 你可以看到 他也是推荐我们的使用是 react navigation 就是 这个东东吗 对 就这个 我们现在先需要做安装 装一个E-Line 看着有两种选择 用npm和yarn 如果你用的是yarn 那你就按 用yarn add 然后 等待安装 他可能会花一些时间 接下来 接下来这儿会有一个叫 你会看到这个文章里面有的例子中会提到一个stack navigator stack navigator 它就是我们通常会看到的 或者说就在这儿会看到 它并没有一个标签页 它是 类似对战 对战 方式的一种导航 你进入某一个屏幕以后 你会在屏幕的顶部有一个后退或返回的按钮或箭头 帮助你在页面按屏幕之间切换 如果你想用 标签形式的 那么你可以创建这种 tack navigator 这样的话你就在屏幕底部会有这种标签 好 我们现在已经创建好了 好 我们先用这个stack navigator 就在这儿 嗯 我们还需要安装一下 stack的依赖 安装过程中 我们来改造这个app 因为我们已经创建好了三个screen 那我们现在只需要把app 改一改 你就不要这个了 好 我们把b2的依赖再加进来 导入 好了 现在就是打入几个屏 home screen 来自于 home 都是打入几个屏幕的 最后是register 然后把它们加进去 Xlogin register 我们现在就把三个屏都加进了这个导航的对战 默认的应该是第一个 第一个屏作为初始的 屏幕 啊这对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安装 他这需要我们 重新运一下npm install 安装一些必要的 依赖 那我们需要重启一下这个开发服务器 稍等片刻 同时这我们可以设置这个初始的路由 这个名字就是我们 在这创建的三个 三个屏的 其中一个 我们希望的可能是home 我们希望 应用打开后 第一眼看到是login 我们就可以来到login 好重启开发服务器 然后再 打开我们的iOS 模拟器 嗯 辨订出错 什么问题 重新编一下 看到我们上一步里面 有一些东西没有 一些的依赖还没有安装 就是 这儿 我漏掉了一步 它会安装 这些的依赖 我并没有装过 所以 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做一次 再 试一下 好了 好了 我这应该是没有 我这应该是没有 导出这个 APP,对,像这样 这样应该就 可以了 你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就有了这个 登录的 界面 我们可以修改这个路由 默认为 注册 对,这就是注册的屏幕 我们还是把它改回到登录 同时 根据文档来看 嗯 每一屏当中 你如何使用这个 导航 它就是这个 根据这个文章会看到 每个 每一屏在加入这个 对战的导航栏的导航器的时候 你的 组件属性里面会拿到一个navigation这个变量 你可以使用它来做这个 导航 那这个我们可以加到每一屏里 我们应该都会用的 好了 那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在登录的时候 输入用户密码 登录成功以后跳转到 homescreen 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希望做 登录的 API 调用 我们来看一下之前我们所做的 登录 是调用的这个 oas token 这个 API 同时把用户名 密码 传给 这个API 用户名使用的是电子邮件 让我们来做一下 当然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来 搜索一下 post 是如何 如何做的 我们这儿就 简单的 复制粘贴一个 例子过来 另一方面 我们需要把 这个应用 跑到 这个IP 这样的话 嗯 iOS的模拟器 才能够防御到 同时它使用的是 嗯 本地的一个 嗯 怎么说 绝望的IP 我们来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这个 局域网的IP 这个我们连在WiFi上能分配的一个IP是192.168.0.13 所以我们在代码里我们要访问的是这个IP 加端口 加端口 不把签 然后 这个 是这个 嗯 那我们还需要 post 相关的 参数选项 在这儿 然后 接下来我们就需要 添加 ground type ground type是 password client ID 3 这是我们上一次创建 secret 这个 这也是上次创建中产生的 这也是上一次创建中产生的 然后就是 username 然后就是 这儿我们就是 提供用户输入的用户名 密码 最后scope 是一个空串 好了 这就是我们 发送一个 请求 然后 我们这儿再来添加一个 error 变量到这个状态中 状态变量 啊我们想要做的是 显示这个错 那么在这儿我们就会 加一个 text 这样我们希望是登录失败的时候 这样我们希望是登录失败的时候 就能看到错误消息 先简单化的处理 那么这儿如果成功 当然我们这儿其实可以不用解析 但我们还是 就放在这儿 成功了以后 我们希望 导航到 home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看能不能正常工作 登录 用户名 我们是要输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输在 gmail.com 密码是12345678 登录 好 成功了 说明 我们的登录操作是成功的 接下来我们做 注册 注册的功能其实是 与登录 基本一致 我们可以把这块代码 拷贝粘贴过来 只是它会调用不同的API 这要用API 是哪一个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API register 用户名 密码 对 我们在这儿需要新增一个字段 电子邮件 嗯 嗯 同时这儿我们需要加一个 状态变量 也没有 那你也可以把这几个状态变量 整合成一个 状态变量 一个 object 类型的 状态变量 那我这儿就把它拆开了 这就是onchainemail email 好 我们现在有了三个字段 在登录中 我们提供的也就是这三个 name email password name email 好 注册成功 我们就希望它跳转到登录 那这样我们这个 逻辑 这个 流程就 链接好了 当用户打开 应用的时候会进入到 登录页面 用户成功登录 来到homescreen 当用户注册的时候 他成功 注册以后进入 登录页面 那我们现在唯一缺的就是 登录页面中 跳转了注册的这么一个功能 我们先来测试一下 我们先来测试一下 注册功能 那我们在这儿把初始的路由改成register 这样我们就会来到注册页面 对 对 我们起个名字 比如说叫 begoode 大木 建标的 我们并不验证点就有点 所以怎么设置都行 密码我们这儿是名文 还没有改 注册 很快 很快 然后来到了 登录页面 看起来我们的注册成功了 我们到数据库看一下 用户密码是否 用户是否成功创建 begoode 好 那我们再测试是否能登录 按这儿有点起义 用户名 我们应该把改成电子邮件 登录成功 好 我们来到了 homescreen 这儿呢 我们要 做个小小的 调整 就是这儿 登录的时候 这并不是用户名 其实它是 电子邮件 那这儿呢 也不应该是name 我们可以给他改一下 叫email 然后这儿 用户名其实是email 好了 那我们的这个 初始的我们就把它改成 login 最后我们做个事情是我们期望在login 这个屏幕上 我们能够 跳转到 注册页面 tregister 注册 这叫用户注册 按钮 颜色 注意区分 我们这儿 只是 视力性的 然后 tregister 我们需要 定义一下这个 回调 这儿 我们就只需要 跳转到 register 就好了 这样我想就已经 这样三个屏幕之间的切换 导航逻辑基本上就定义好了 我们再来试一下 我们期望的是在 打开应用的时候能看到登录的 界面 对 我们来到登录界面 我们现在还没有用户 或者我想再注册个新用户 那我给它起名 起名叫 small small gmail.com 密码12345678 注册 注册完成 跳转回登录界面 我们来试一下 登录 好 这就是我们用 regnative 来开发一个 移动应用 同时使用 Lawaral 开发的 注册和登录 API 来完成 用户的注册 与登录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简单介绍了 移动应用 开发中 如何使用这个 Lawaral提供的API 来实现用户的登录与注册 那下一次的视频我 来尝试在移动应用中 将 Lawaral 应用 创建的 access token 保存在本地 以供后续的API 调用 使用 那我们就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